陆老师 还有多少谎言 从时招来 反正今天都要分手了 索性给对方一个明明白白 也让对方死了心 因为我之所以这样说 是你们两人明明知道 你们已经没有爱了 如果有也是从前 现在已经没有爱了 我不相信两人之间 缺乏最后的一点信任的情况下 还会有爱情的存在 现在能够足以支撑到 你们在一起 都是留恋过去的那点爱吧 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今天你们是注定要分手的 所以从时招来吧 还有什么谎言 大的 说出来好让他死心 你也不必再躲躲藏藏 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说吧还有什么谎言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提心吊胆的日子 是不是特别不好过 因为被别人不信任 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受 对吗 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好吧 我想跟女生说的是什么 你既没有眼里不揉沙子的洒脱 也没有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的勇气 你就任由着那个沙子留在眼睛里 所以你只要看人都是不干净的 不干净不是因为别人不干净 是因为你眼里有沙子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是不干净的 而你又何苦来呢 你说你所有做的行为 都是在证明他是个不干净的人 他是个有道德污点的人 你每天所做的一个问题 都是证明他有错 他有罪 但证明了之后你又不开心 但你偏偏又不信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时时刻刻诚恳的人 所以你一直在虐自己 那沙子如果不取出来 就一直放在里边 最后你会瞎掉 其实你也知道你自己活得很累 你也无法改变现状 但你为什么还要纠缠在一起 无非两个原因 第一 曾经你们之间有爱 第二 我就不信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把一个浪子回头吗 你还真没这个本质 我几乎可以断定 你不是那样的女人 那么如果既然你不是那种睿智的女人 又做不到眼里不揉沙子的洒脱 那你就记住 长通不如短通吧 别说了 就这样